點點寶寶 寫寫淺淚了 媽媽抱媽媽抱 媽媽手甩一甩 真的會忍不住姨母校夜 趙小喬將過去艱辛的求職過程 寫成新書一千針的勇氣 二日出席媒體查詢 老公和寶貝女兒都來力挺 點點寶寶整個是猛度爆表 他在家裡就很黏黏 對 就我連轉身都不行 要泡個奶就轉身 他就媽媽咪 就抱著上啊 喔 手甩 抱抱抱抱好不好 親 抱抱抱抱 不要 我覺得現在最會講就不要了 你帶小孩很累 那你抱抱抱 他現在就拍拍屁就是看手機 我本來只是讓他聽音樂 就有一天不小心 讓他看到的那個樣子 他就很喜歡 我就想說 那他自己選歌 養成獨立自主觀點滿好的 很單的 他就開始拿到 MHP就拿到 很會滑這樣一直滑 他有一天半夜兩點起床 然後我不是喊媽媽 跟我喊MHP 我跟斗哥有點不敢 現在下一次了 他只要突然說 我肚子有點硬硬的 我就快瘋了這樣 更不用講後期 你突然洗澡的時候 流血 那個 哇 是 因為發生過十六的時候 胎庭的最大影響是覺得 好像小孩不見這件事隨時會發生 你隨時任何一點風吹草動 你就 看不掉了 做媽媽的就是你要 噴下去 而今中導演 陳惠玲一日傳出癌事 劉亮佐也透露了 兒子劉子權的演員之路 就是靠他啟發 那時候姊姊喜歡打籃球 對於表演戲劇 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就說 我說惠玲抱歉啊 我不喜歡引導 或鼓勵小孩 去做他不熟悉的事 然後他現在只想打籃球 我就讓他去打籃球 他說喔 這樣子好吧 然後後來就 惠玲到底生病了 隔了快一年左右的時間 他又回來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找惠玲拍 那時候惠玲剛好演了 學校他們班上的演出 叫杜蘭佐公主 演完之後他很開心啊 就是在表演裡面 得到一些成就感 這個是我熟悉的感覺 我就問他 我說那個爹地 有個合作的導演 想要找你拍電視劇 你有興趣嗎 他說好啊 我說你確定嗎 很辛苦啊 他說OK啊 然後就這樣子去拍了 第一部戲 然後被領導演真的對 群太人很好 他真的算是拳拳 在這一圈的 啟蒙恩師啦 啟蒙恩師啦 就沒有惠玲 沒有拳拳 我覺得你晚上 知道惠玲剛好過世的事情 有什麼事情嗎 我沒碰到他 可是我理解他應該非常難過 非常 我覺得這個早時間 跟他稍微聊一下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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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你們都很想吃 이것도有了